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五优房车型,我是翟晨 我们搬到温哥华已经一年多了 很多朋友问我,你们这一年经历了春夏秋冬感受如何 也可以给他们做个参考 我说那我好好总结一下吧 正好跟大家汇报一下 因为刚来的时候体会不深 我们是去年11月6号到温哥华 现在呢,今天是11月29号了 正常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正好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这个叫大气河流 就是下雨比较多 实际上我们来这一年多呢 遇到两次百年不遇 夏天有一次呢,是特别热 当然我讲呢,是讲这种正常的天气 至于这种极端天气呢 咱们就先忽略不计,先不提了 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这种极端天气还会经常发生吗 还是说真的就是百年不遇 咱们先不说这件事情 在我介绍天气之前呢 关于物价还有房价呢 也有朋友问,这方面呢,其实我也不是很懂 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就平时我们有一些朋友也是搬过来聊天啊 总结一下 我给大家稍微简单的说两句啊 这个物价呢,是这样的 有的人朋友会说,哎呀,温哥华物价高 吃饭贵,然后呢,买菜好像也比多伦多贵 我只能和多伦多比啊 其他的大家就作为参考吧 还有呢,就是说油价也贵 但是呢,有些朋友就说 如果你要是在这住买了房子 那个地税是比多伦多便宜很多的 少很多钱 有的人如果差不多的房子的话 一年甚至少几千块钱 这足以弥补你那些就是菜啊 或者是油啊,这些的价钱啊 另外还有一些公共设施也便宜 但是我们没有太多机会 什么做公共汽车啊什么的 有些朋友比较仔细研究过 这样我也给大家转达一下 所以基本上平衡来说呢 谈不上消费贵了 另外呢,房价最近多伦多涨的也比较多 那么我不说那种像温哥华很贵的地区 温西啊或者西温这种地方 我呢,现在是住在南宿里 多伦多朋友过来 他们要是住在Rishman Hill或者Aura 他说好像那边的房子卖了 买一个这个房子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说呢,现在房价基本上呢 也还是能负担的 这两点呢,就一笔带过了 我们再步入正题 就是讲一下春夏秋冬 现在正值冬季 我们就从冬季说起吧 所谓的宇哥华呢 实际上也是讲的冬季 那么冬天这几个月呢 大概是从11月到3月这个这一段吧 那么他的气温呢 其实基本上是到0度一下是很少的 一般呢是0度到8度 还是排除极端天气 下雪是很少的 每个月大概三四天左右 正常情况下 然后呢也很少有积雪 马上就化了 主要呢是雨水多 宇哥华呢 主要是把雨水都集中在冬天了 那么雨水多呢 其实对我的体会吧 就是因为我当时做了很充足的准备来的 去年呢 他们说哎呀 你特别幸运 去年的雨水特别少 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多体会 今年呢 他们说有多了 所以我这样中和一下呢 我觉得这个雨水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真正的就是说 从早下到晚的连续几天的这种情况 很少见 就是很 我比如举一个例子哈 冬天一个什么情况呢 有的时候 他天气一暴 哎呀 你一看每一星期啊 每天都是雨 实际上呢 他并不是真的每天都下 他是这样 有的时候你早晨起来了 哦 地上有点湿 可能下 就是半夜也下过一些雨 或者说呢 哎 上午下那么一会儿 然后呢 一会儿又晴天了 甚至一会儿 哎呦 蓝天白云也出来了 那么到下午呢 可能又下了一点 他是这样一种下雨的方式 就是很少有那种漂泊大雨 而且下雨的时候呢 一般气温还不是很低 往往呢 晴天的时候 反正还有点冷 下雨的时候吧 其实在温哥华 很少有人打伞 基本上都是买那种 就是带防雨功能的衣服 哎 裤子呢 去年的时候 我都觉得裤子都不需要 特殊的功能 今年呢 如果雨水稍微多一点吧 就是你要出去走路哈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要遛狗的嘛 大家也都知道 有些朋友 嗯 就裤子最好也是那种 稍微有一点防潮的 加上鞋 这样你就不用打伞啊 你就随时可以出去 一点都不影响你的这种户外 另外呢 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风特别小 真的是就是很温润 如玉的那种 就是不是那种漂泊大雨 或者风吹的那种 雨都斜着过来 把你一身打湿 很少有那种情况 所以说呢 就是冬天就这个情况 就是相对来说呢 阳光少一些 但是呢 也会有 比如说某一天啊 他就说也是 整个都是晴天 或者某一天呢 他阴 但是有的时候 又出来一点阳光 所以你总 你最好呢 就穿上那种防雨的 这种衣服 你随时出去 不下雨就不下雨 如果下了呢 你也不用害怕 基本上好像 我感觉就是这样的 嗯 当然了就是 因为老郭呢 他连习惯 又看天气预报了 住了南苏里 这那么久 他经常看 一下雨 他经常会比较 真的是南苏里 要比 呃 有一些地方啊 要少三分之一 有的时候 就前两天 即使下最大的雨 那个百年不遇的时候 有一天 我们这下 假如说是60多毫米吧 呃 其他有些地方 就下90多毫米 那么呢 而且那两天 那么大的雨 我一点都没有 影响六口 而且地上也没有积水 嗯 当然了 那几天呢 就像有 呃 溫哥华不远的 阿普斯普奥的那些地方吧 有 有一些地方 原来是住在 它是一壶 田 就是把那壶的水抽掉 然后有很多农场 很低派 那些地方是进水了 还有一号 沿一号公路的那些地方 有被冲断了 当然这属于极端天气了啊 冬天最不好 就是12月份 它白天特别短 一般早晨快八点钟 天才亮 晚上呢 四点多天就黑了 大概也有一个月的时间吧 然后12月 二十几号以后 开始慢慢就开始变长了 这是我觉得是 不太好的地方 嗯 室外呢 是好像湿漉漉的 但是呢 室内因为有温 那个有暖气哈 一点都不觉得潮湿 去年我们住的房车 房车有点潮湿的 它的这种格式性 还是不是那么好 房间是一点事情都没有的 那么冬天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说 对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呢 真的是 还比传说的要好得多 我觉得不是那么可怕 因为它比较温和 那我再讲讲春天 春天呢 一般是从三月份到五月份 然后它的气温吧 也是大概三到十五度左右 我个人认为春天 真的是宫哥华最漂亮的季节了 因为开始的时候 大概三月份的时候 就有樱花满街的 到处都是樱花 住在小区里面 就是很多很多的樱花 然后呢 我那年去美国的华盛顿 就是那个DC 大概四月初才有樱花 温哥华三月份就有了 樱花也真的是特别漂亮 然后从开始 怒放到最后 那个就花瓣 落满地啊 就是这样一个很长的过程 很多人都去看樱花呀 到处的小区都有拍樱花的 另外呢 樱花刚刚退场 然后就满街满小区的都是杜鹃 几乎每家每户啊 都后院前院的都有杜鹃 也是特别的漂亮 杨眼啊 而且杜鹃的品种特别多 有那种树 还有灌木 它这个温和华比较适合 因为我对植物不是那么懂 但是有些朋友讲什么酸性碱性啊 什么的 而且他们有那种修整的特别漂亮 像墙一样的那种 就是外面全部都是杜鹃 真的是特别奢侈的那种 养花方法 因为太适合了 杜鹃完了又是月季 牡丹又是勺药等等等 还有那个绣球 春天是最美的季节 因为虽然说也下了一点雨 但是呢 就是说不像冬天雨那么多了 可是花真是一季接一季的 冬天的时候呢 我再补充一点 冬天呢 它因为雨水多 又不是那么冷 所以它草地一直是绿的 但是呢 因为它这气温呢 又不足以让你去捡草 所以说冬天呢 你既不用捡草 但是草地又是绿的 那么然后呢 就是夏天 夏天呢 基本上是六到八月 然后气温呢 也是十到二十五度 我们呢 在这儿待了两个夏天 四年前呢 我们待了整整两个月 这次呢 也待了夏天 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说 所谓的 大家一说温哥华 就是雨水多 实际上 温哥华的夏天啊 是旱的 我感觉真的是很旱 就是 低雨贵如油 那次我就草坪吧 如果要是说 因为政府也不是让你允许 你每天都浇水的 所以说一般来说 嗯 浇水的话就 一个月 就是这整个夏天 如果你要是只想保持草坪很绿的话 要花不少的钱浇水 如果你的草 足够 草地要足够大的话 所以很多人家呢 也就干脆就让他保持那种 就是Golden 那个金黄色了 大家很多地方真的就 我看有些小区啊 很多人家就保持金黄色了 因为你浇不过来 浇的水的话 能保持绿的话 要花很多的功夫 和很多的钱 当然那确实是 如果夏天也能绿的话 也是很漂亮 所以夏天呢 就是我当时就 偶偶尔下一个月 我说哎呀 就像地狱贵如油啊 朋友就说 姐过一段时间 就天天下游了 所以说就夏天呢 就是这样一个季节 就你每天出去 根本就不用看天气预报 因为几乎每天都是晴天 而且阳光充足 不是说缺阳光的 每天都是这样 天气真的是太好了 关键是呢 它基本上是不需要空调的 我指的不是极端天气 今天夏天呢 有几天是确实是 特别热了 也三十多度啊 因为老的房子 他们就不配被空调 现在只有新盖的房子 才有空调 那么呢 就因为它确实不需要 即使一般来说 夏天就热个 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那种热呢 你在一楼 或者有一些新房 有地下室的话 就足以足以 基本上家里都 就不用来配空调 就这样一天 特别舒服 尤其是晚上 18度左右 20度 18度 是你休息的 最适合的这种温度 很舒服 而且呢 它还有一点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感觉就这两个夏天 在这儿 蚊子很少 尤其住在森林里 因为这到处 也都是一些 森林 有的时候觉得 哎呀 到森林里头 是不是会有蚊子 真的是很少 蚊子 嗯 我不太了解是什么原因 也可能是因为不够热 或者是夏天 雨水少 等等我也不太知道了啊 就闻的真的是很少 这是夏天 夏天呢 就是温哥华玩的地方 太多了 就是你在那个海里面 就是你在海里面 或者在湖里面 钓鱼啊 冲浪啊 还有爬山啊 走一些trail啊 到处的景色都特别的美 如果喜欢爬山的话 你爬的越高呢 就是 就是看着这个温哥华的景啊 真的是很好看 因为有山有水啊 特别漂亮 那么最后呢 就讲一下秋天 秋天就是9到11月份吧 气温呢 平均也是3到18度左右 秋天呢 我们去年11月6号来的啊 过了一个星期以后 才开始到雨季 所以说呢 平均来说 秋天呢 雨不是太多 当然了 加拿大是枫叶之国 所以说秋天呢 是真的是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温哥华和多伦多不同的 多伦多有像钢坤啊 或者那种像401那种 高速路上的那种 大片的那个枫叶啊 特别壮观是吧 温哥华这边呢 我目前也没有看到那种 特别大片的丛林 但是呢 这种小面积的呀 然后尤其是 这种小区里面 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那种 日本红枫啊 一棵两棵的 特别秀气 然后呢 也有一条路上的 枫叶啊 当方里面有很多那种 老的小区 有一些这种枫叶 尤其他还有那个 像山区啊 还有那种叫 黄金松 整个一片山上那种 就那种黄颜色 也是特别的好看 它是这样的一种秋景 它和多伦多不太一样 但是它确实这个秋天呢 也非常的 就是那种秀美 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呢 就是我了解的 温哥华的春夏秋冬 那么朋友呢 有一些在犹豫 说想不想搬过来啊 什么的 我呢 因为在这一年中呢 我还去了 温哥华岛 待了一个多月 还去了 奥克纳根 那块 那一大片区域 也待了20天左右 对那地方呢 也了解了一些 我觉得那些地方 也是很好的 就是气候 甚至是比温哥华 这一块还要好 雨水稍微少一些 阳光多一些 奥克纳根那块呢 就是它产那些 就是葡萄酒啊 什么的 就是果园 它那个 夏天呢 要比温哥华热一些 如果你喜欢那种 春夏秋冬 就是比较明显的话 那个冬天呢 稍微冷一些 夏天又热一些 嗯 好像那个 要稍微干 就是雨水要少一些 阳光多一些 嗯 房价呢 也要比 温哥华这边呢 要稍微的 就合适一些 温哥华岛上也 当然这两年也都 房价也都涨了 温哥华岛上呢 也是 就是阳光要多一些 嗯 就大家可以 去做一个参考吧 嗯 这些呢 就是我给大家 介绍的 温哥华的 春夏秋冬 当然我只来了一年 也不是说 特别有代表性 嗯 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下次节目再见